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另外也很感动的是 我遇到很多民众 从昨天到故宫 101 来自于我们来到中部 许多民众不认识的 都自动跑过来跟我说 他们说我们做得很棒 他们觉得两岸应该要交流 因为太久没有交流了 所以有这个团来 让他们真的觉得 重新有看到希望 我听得真的也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民意 不是那个电视上的名嘴 或者是几个 这个引导的民调 可以决定 真实的民意是希望两岸要交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团 是个开端 让两岸更加交流 这样子才能够 避免我们走向 这个冲突和不幸 这几天其实我们跟台湾同学 交流的很好 然后今天还有同学 就是我们之前有交流的同学 然后今天知道我们的行程 然后特地赶过来 然后给我送了这种明镜片 和这种 这种拼徽章 然后就感觉这种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也很喜欢这个 各位感受到这个棒球 是一项规则非常复杂 然后需要技术 特别高超的一项运动 然后也希望在未来 可以和更多的台湾同胞 一起进行棒球上的交流 一小交流 再动大交流 然后认识更多的台湾的青年朋友 再长一小累 多久 二小又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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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